大家好,今集的星期間 找到毛老師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毛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毛老師真的很忙 經常到處飛來飛去 很難得有時間回到香港 謝謝 我知道你早前做了一個表演 出了一部DVD 我看過那個表演時 我會看到這次毛老師特別多感受 是嗎 對 不知道你自己認同嗎 可能有些事情提及 你自己想起自己 在樂壇中這麼多年的時候 你覺得毛老師哪段時間是最難走 可能唱歌時最有感受 那個位置 不,我每個階段都有感受 其實無所謂的難不難走 對,可能97年後 較少出唱片 甚至多做一些唱歌以外的工作 可能做一些主持的工作 那你當時會否有一刻也想過 樂壇未必繼續做 還是怎樣 不會的 因為對我來說 我從頭到尾 始終都是在做我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做音樂、唱歌 沒有人說你進行 就一定會飛黃騰達 或者一夜之間成名 沒有人答應過你這件事 我有一個偶像 叫玉智浩宜 他在安全地帶的時候 是紅得不得了 是 即是統治了樂壇 是 後來他解散了之後 他自己一個人 他去拍電影、拍電視劇 他休息一下而已 休息一段時間後 他又出唱片 又繼續開演唱會 這就是一個音樂人的人生 不知道毛老師有否覺得 去年聲夢做了評委之後 有否想過回響這麼大 因為在做聲夢前 我在大陸 我也做了很多節目的評委 其實我已經做過這件事 也在這件事上得到很多回饋 是 只不過我回到香港 香港的朋友第一次見我做評委 對一件事的看法、角度、立場 以及語氣 可能是香港沒出現過這種人物 我是… 比較強烈的 對,我是第一個這樣做的 即是夠膽死的 但你本身是這樣的人嗎 我們就是這樣 其實做回自己而已 對,做回自己 對你對音樂誠實 我之前看過很多香港的… 比賽 比賽、選手 我覺得大家客氣 如果你要教一個人出來 客氣… 可能真的會罵嚴師才會出公圖嗎 我們在節目中沒有罵過人 批評的人覺得是會罵的 現在年輕人,你不覺得嗎 不是,只是觀眾脆弱而已 選手很強大的 是嗎 你不強大,怎麼站在舞台上 你可否參加我做徒弟 你先站起來 不好意思,你答應了 對… 對… 做了聖夢之後 多了毛老師這個名字之外 多了一位徒弟,就是Fred 你覺得這個人是否很有潛質 當時一眼就真的看得中 對,Fred很有潛質 他是一個音樂人 他可以駕馭很多樂器 其實我對他的期望就是 他要有自己的作品 他要自己寫歌 他要做他的音樂人的本色 對,因為他不可以只… 因為他不是林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 他只懂得唱歌 然後全部交給公司,打理他 選甚麼歌,他就唱甚麼歌 選哪件衣服,你穿哪件衣服 Fred不可以做林峰 Fred要做自己 很多歌手只懂得唱歌 但他跟音樂是沒有關係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香港那麼難得出現一個新人 是可以做到這個位置 就是跟音樂有關係的歌手 我覺得Fred是他做到這樣 所以他應該有很多自己的作品 這算是給新一代歌手的忠告嗎 其實有料的就不要埋沒了 我覺得歌手一定是各有各有發揮 譬如說張何佑 其實張何佑基本上來說 他不是會寫歌的 但他很能唱 他真的很有天分的唱歌 我聽何佑唱歌,連我也感動 他是那種級數的歌手 他也專心唱歌 譬如當作香港歌手 很多人都說香港歌手 最低限度不懂唱歌 不是… 其實台灣有很多歌手 都不是真正的唱得服服貼貼貼 但台灣有很多歌手 很有自己的立場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思想 現在香港一般的歌手來說 很乖,很乖 不准做錯事… 不准說錯話… 但老闆喜歡乖 老闆喜歡而已 對 觀眾不喜歡 即是樂迷、觀眾 他們希望我喜歡的人有思想 所以一定要在你的創作 你的音樂方面下手 令你跟別人不同 還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在這個社會 你有沒有你的立場 你有沒有你的思想 而你的思想可以改變年輕人 譬如說當年的BEYON 他改變了很多人的想法 現在的新歌手… 有沒有… 對了,如果只有一句乖 他去幼稚園教書 我會去做 其實剛才說 有很多經典歌之餘 其實今年也有做新歌 唱的時候會不會有感受 因為我知道你也有很多朋友 圈中也有很多朋友,對嗎 有感受的,大家都有的 是 朋友歌唱會有的 是,如果你說數了圈中的朋友 曾志偉 其實不是志偉之前 有做過你的節目的嘉賓 如果不是真的沒有人知道 你們那麼有朋友 你覺得怎樣才能維繫朋友的感情 就是永遠不答應他心中的那件事 怎樣 他經常要我上掌門人,我不上 真的不上我嗎 用這個方式 去維繫我們的關係 讓我想想,你真的從來沒有上過嗎 這麼多年… 上過,上過兩次 去年到現在,他不斷叫我上掌門人 我們經常說,沒空… 沒空了,他就不理會我 但你有甚麼事 你叫他,他又幫你 我們是好朋友,不會托手爭 他很喜歡,唱片人很好玩 但沒時間上去 我的演唱會… 因為志偉很喜歡唱歌 是 他最大的心願是做歌手 但這輩子也不可能 所以他在… 為甚麼 因為他又太乖 不是,他的聲音是怎樣做歌手 這個真的未必知道 但他唱片也是傻的 所以他唯有在我的演唱會 做我的嘉賓 那一剎那又有歌手的感覺 我以前幫忙合寫歌曲 例如華仔 其實你們的感情又如何 我這十多年比較少看到華仔 因為第一,我不是在香港 是 第二,我沒有拍攝電影 所以我跟華仔… 大家見面,依然是很熟悉的感覺 因為我們以前合作過 也挺深的 是 所以依然是朋友 因為他寫過 心中心情歌的廣東版歌詞 另外他也有合寫過一首歌 他也去唱 是 天天上來,你有沒有記住 是… 朋友與朋友之間的感覺 很玩,即是玩 天天上來,你是玩出來的 對,那時別說很正式坐下 不如寫一首歌吧,沒有這些 不,我們錄音室沒有工作 拿著嘻哈 我說華仔,我彈一曲 我唱一句,你跟一句吧 我唱一句,你跟一句 就寫一首歌出來 除了華仔這方面 我覺得你在這次的表演中 有些感受之外 另一個又有很重的感受 就是關於家人 是 其實我平時很少聽到 你提及過家人的 但這次在表演中 你也有提及過 其實有首歌是送給媽媽 其實是否很有感受 特別想送那首敏南話的歌曲給他 不,因為我媽媽過世時 我年紀太小 所以一定是思念母親 所以在這個演唱會 因為我爸爸也有來 所以特別有感受 因為爸爸上了舞台 開完表演之後 你才發現爸爸有個病 是 會否對你來說有多晴天霹靂 但他自己不知道是癖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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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生氣 又不會 我跟小朋友很輕鬆 因為你對小朋友是真心的 真的關心、真的愛他 他知道的 但我看見你… 原來他們的音樂錯誤也很高 其實你有刻意培育過嗎 沒有 他自己的潛意識已經吸了你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們是上帝給他的天分 因為我的天分亦是他給的 我不是為前我爸爸 所以他現在喜歡彈結他 他喜歡彈鋼琴,他喜歡唱歌 他喜歡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變成他的生活比較部份 你給我的感覺… 剛才你也說過,可能比較困難 可能做評委時也比較嚴厲 如果對自己的小朋友… 一樣的,應該嚴厲就嚴厲 對 最好不要太乖,對吧 我跟我的女兒太乖,我會害怕 因為一個太乖的人 表示你沒有想法 說回接下來 這兩年真的多了時間留在香港 特別在香港樂壇 你自己有甚麼特別想做 到現在的這個問題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一個 是一個尋找肯定的階段 要達到目標、理想的階段 我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 所以在心態上就沒有那麼辛苦 羅掌、紅冠、開場的這些理想 我們已經完成了 對我來說,現在就是生活 工作是我的生活 家庭是我的生活 朋友是我的生活 我回到教會是我的生活 現在還是生活 好,今天Kent也很開心 我覺得… 也帶了很多東西放在袋裡 對… 賺到了 對 我覺得我應該不要太乖 對… 好,謝謝你,毛導師 謝謝…